我記得政緣法師曾經講過一個故事 就是以前有一群山東翔馬 就是盜悔 他們 常常成群結隊出來打家結社 搶奪錢財殺害人民 那麼有一天 這一群盜悔 他們出來以後 到一個地方的時候很多人都跑掉了 只有一個人 有一個出家人 就很 鎮定的坐在一棵樹下 在那邊念佛慈奏 陸陸不動 那麼這一群盜賊裡面就有一個人非常有善根 其他盜賊到自己搶錢的時候 他就留在現場 請教這位師父說 為什麼我們大隊人馬過來你不跑 你不怕死嗎 那麼這位出家人就跟他講 他說如果我過期間欠你的命 那我該還這個命 那我該還這個命債 如果我沒有欠你的命債 我何必去 逃跑呢 這位 盜賊有善根的盜悔就覺得這位法師羞恥的不錯 他說那法師你可不可以教我 怎麼修行 那麼這位法師出家人就叫他吃王生咒 吃王生咒 這位 盜悔 有這麼一個 善根就流露出來 就跟出家人 這位出家人懺悔 跪下去跟他師父懺悔 他說他想要出家 不想再當盜賊 這個師父就跟他講 他說你俗言未了 你應該去渡這些盜賊 讓他們端落休山 你再回去 你就繼續 修行 把這些惡人都渡成善的 這位盜賊就 皈依以後 學會了這個王生咒 他就 繼續回到盜悔的這個隊伍裡面去 結果隔沒多久 這個盜悔就死掉了 皈依修辭 王生咒這位盜悔就死掉了 死掉以後 他的神士就飄到第一起 就到第一起報道了 就到第一起報道 一見到嚴王的時候 嚴王就判他 因為 他生前 搶了很多人的錢財 害了很多人命 所以必須要到出生道 脫胎 脫生到豬 受血徒之苦 就是 出生道 那麼因為在 第一起報道的時候 每一個鬼 這些眾生都是赤身裸體的 沒有衣服可以穿 那在寒冰地的時候都很冷 正在 站斗的時候在寒冷的時候 突然間鬼才要花衣服 花衣服了 因為大家 他阿雷斯裡面講說花衣服就趕快把衣服穿起來 就不會冷 就正在花衣服的時候 一花出去了 大家都去搶那個衣服 就這裡講的 你愛錢財的看到錢的就去搶錢 那就叫入胎了 愛吃的人就看到一盤紅燒牛肉一吃就入胎了 你阿姨一動 這樣池得吸引過去就入胎了 同樣清洗的 你怕冷了 不得了 一花衣服趕快去搶衣服 一搶 穿下去 是豬皮 豬皮 他因為他有龜一三寶 他有瓷 往生做 他阿雷斯很清楚說為什麼變豬 他說為什麼變豬 來不及 那個皮 已經披上了 就去脫胎了 脫胎就當豬了 當小豬 可是小豬一生出來以後 一生出來以後 因為他阿雷斯裡面這個善根的種族 還是有浮出來很強 他有持往生做 那他有這樣的一個功德力 他就浮出來以後 他就說為什麼我當豬 我不要當豬 他有一種抗擊力量 就一出生以後 這隻小豬 就蹦蹦跳跳跳跳 撞牆壁就撞死了 豬的這個損失又漂回到地獄去了 另外一看他 你怎麼又回來了呢 他就跟年榮對話 你到底是持什麼做 你到底是羞恥什麼 你怎麼可以再回來呢 他就告訴年榮說 我以前在 前世的前世 他前世是豬 在豬的前世就是當盜賊 他說我在 也是搶劫的過子裡面 一到一位出家人 他說我為弟子 教我往生做 所以我有這樣的一個善根 功德力 所以我 阿雷斯裡面很清楚 我不想到出生道去 連往後來 他說不行 你害死太多人命了 還是要再陀生一次住 結果又天氣 又那個裡面寒冰地又很冷啊 鬼才又在花衣服啦 那自己第2次花他就有絕照了 這個衣服不能搶 這個叫什麼 一勺被索咬 終生怕草生 人就是這樣 吃一吃虧以後 就不敢再吃虧啦 就像說你被抓到 監獄機灌一處 你不敢再做壞事啦 這就是懺悔的力量 跟絕照的力量 一起來花衣服的時候 他本來去搶 那個阿雷斯裡面 還是有貪欲的動作 就衝出來 馬上就絕照以後 再把他拉回來 不敢去搶那個衣服 那個衣服是 豬皮啊 就他就馬上趴到桌子底下 趴到桌子底下以後 屁股還落在外面 那個豬皮飄過去的時候 剛好只蓋住一點點 就蓋住他的 臀部上的這一塊 一點點 所以變成一塊是豬皮 蓋上去 出生以後 變成 豬毛 長出來前身其實都沒有毛 就是那一塊豬毛 我看過有這種人 他長出來的皮特別不一樣 我有看過一個 慈濟的師兄 長出來一半的臉是黑色的 全部都是黑色的 這是前世的夜報 那這個故事是正元法師講出來 應該 是 一個歷史的故事 是正元法師在講地藏經的時候講出來的 那後來這位 年輕人就到 人間來 因為他常常會去抓癢 因為那個地方的皮跟人皮不太一樣 尤其是 夏天的時候特別的癢 他就去抓癢 有一天 被人家看到 人家把他手抓起來的時候 抓起來的時候 那個地方就像豬皮的毛一樣 就是什麼 就是夜歷變現成出生到 所以 南華錦先生也有說 當你夜歷要去變果的時候 你看到的男女不是狗 你看到男女也是人喔 可是你一動的你要愛他的時候就變成果啦 一切都是以 意愛為中心 這是意見 所以受戒入胎呢 又是另外一個道理 所以這裡面只講到愛慾 貪真是慢禮 各方面都有 所以有些誠心重的 看到的人就是恨討厭了 這個 三年合和 一贏了就入胎了 有時候 誠心重的都第一